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你相信光吗 王一博身着奥特曼服装亮相路透社后 网友们纷纷大呼 王一博是奥特曼 厉害 最新的路透社现已发布 哇 王一博的嘻哈作品热情 一身古装 一下子表演了一个难度极高的倒立旋转动作 牛 看到王一博身着奥特曼装 跳嘻哈 倒立旋转 我又惊又喜 这家伙有很多话要说 网上对这只英俊的幼崽穿着奥特曼服装的调侃 更让人觉得好笑 这孩子心里有奥特曼吗 许多人在看到路透社照片后纷纷留言 没想到王一博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外 居然是个奥特曼 王一博信奉光这个概念吗 我们见过的最乳白色的奥特曼 说一些 我害怕 另一位网友问 能不能给我看张空景的脸特写 一位网友恳求路透社对M78星云光之子的任务保密 并更多的关注地面上冲刺男子的努力 网友四说 没想到帅哥的世界里也有奥特曼的想法 双引号 令我惊讶的是 王一博没有偶像包袱 因为他在电影中穿了这样的紧身衣 因为他这样做时会发疯的女孩人数众多 清喜剧 王一博面临的不仅是街舞挑战 还有梦想和突破 关于电影类型 清喜剧是最棘手的 因为它需要精确控制动作的节奏 大鹏是导演 王一博和黄博是第一次一起表演 这些照片已经发布 尽管王一博的崇拜者 希望他们不要显得太像路透社 几位网络摄影师也发布了大量较小的作品 这是不可避免的 需要一些关注 才能给出更好的反馈 让主创人员更好的把控 后期剪辑等工作也会因此变得更加困难 不需要这么大的回应 因为王一博的出现 所以人们关注这个节目 王一博和该剧从这种曝光中受益匪浅 路透社无需担心 因为它只是路透社 与剧情完全无关 毕竟 你必须去电影院看 需要宣传 事实上 王一博饰演奥特曼的角色是一个惊喜 没想到这么帅的小伙子 这么不张扬 这么配合 真是意外之喜 王一博的可塑性 从这张照片中可以明显看出 通往电影之路并非一世 演员的职业道路需要沉淀和经验积累 王一博的决定极为重要 不用说 这种性格类型的男孩对自己的身份有非常清晰的认识 喜欢 王一博这一次得到了我很大的称赞 如果他选择 他会打破常规 全力以赴 有了王一博的奥特曼造型 我们可以期待另一个令人难忘的场景 王一博最近没有出现在 这应该不足为奇 是在奥特曼表演街舞时被发现的 由于王一博的cosplay角色如此经典 大量的网友也因为那不可思议的一瞥而落入了王一博的坑 等孩子长大了 想着想作弊就很难了 在网上找古装cosplay也难了 热烈让我措手不及 不仅把矜持的王一博哄上了清喜剧 还上演了奥特曼表演 转动风车 好吗 当网民看到路透社时 他们不禁对这篇文章嗤之以鼻 为什么他最近没能见到他是完全有道理的 原来是奥特曼在马路中间表演了一些舞蹈动作 他只会对自己起作用 尽管理性的网民已经开始避免使用路透社 但我们现在不得不说出来 因为互联网上充斥着 关于王一博可能变成奥特曼的激烈争论 在电影热血中 王一博饰演街头一人沉硕一脚 这是常识 那个时候 他还没有想好要采用什么样的街头表演方式 看完路透社 他顿悟了 自己看到的其实是奥特曼在操场上以街舞的形式 在街头表演 看到这一刻 一些淘气的网友立即开始搜索 王一博扮成他之前COS过的角色的照片 还有一些人甚至开始现场制作海报 几乎是瞬间 话题变成了幸福的海洋 当王一博的家乡遭遇百年未有的洪水袭击时 一些帮助救援的当地人称赞王一博是一位从天而降 涉水推丧的爵士英雄 一艘突击艇 以便其他人可以穿上救生衣 孩子们内心深处都误以为王一博的哥哥真的是奥特曼 谁会相信理想会真正成为现实 王一博真的变身奥特曼出现在了街角 他甚至放大并转动了一个大风车 谁会预料到呢 王一博是他带过的最奶的奥尔曼 但他也是西哈界最好的奥特曼 尽管他是广大网民的P形象 王一博在cosplay穿衣方面的专业水平相当出众 精灵王子的神态完美地概括了本质 是最传统的修复 已经完整完成 即使没有过多的点缀 这已经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存在 因为王一博拥有自己的高冷空调 让他白皙的皮肤 敏感的脸庞 让他显得格外苍白 毫不夸张地说 王一博演绎的cos精灵王子 是网友心目中的经典之作 尽管在此之后 很多人都尝试过扮演cos精灵王子的角色 说实话 侠客王一博并不是第一个 出现在卡通动漫中的英雄形象 王一博还装扮成蜘蛛侠出席 乐化家族年会十周年庆典 那段时间 王一博还没有达到一等男神的地位 他的容貌依旧是孩子的模样 当直男的审美夹杂着当时的纯真实 骨子里的超级英雄怎么可能被随意抛弃 很多人都注意到了这个不走常规道路的大孩子 特别是因为蜘蛛侠的这个形象 看过《大话西游》后 相信很多年轻女性都幻想过紫侠仙子的经典台词 那就是自己最喜欢的角色是天下英雄 总有一天会踏上彩云嫁人 他们最喜欢的角色 我们不是王一博的紫侠仙子 可惜他获得了至宝 说到至尊宝这个角色 已经有很多演员接过了 但是王一博的演艺是最引人注目的 他不仅展现了至高无上的失恋之美 也尽最大可能展现了无奈 其实在那个时候 王一博的演技已经开始大放异彩 也让荧幕前的观众感受到了年轻人的表演欲望 这些积累不仅为王一博日后成为演员铺平了道路 也为他成为演员奠定了基础 王一博虽然cosplay了一大堆标志性的英雄形象 但他的心底还是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担忧 谁的小脑袋这么奇葩 说真的 让库克穿上他的奥特曼服装 在街上跳舞吧 莫非是黄博误导了他 还是大鹏 推测还有另一种可能 这套西装很惊艳 我作为导演可以穿吗 另外 这个剧情太王一博了 要想把角色塑造成一个职业演员 首先需要做的当然是放弃自己 全身心地投入到角色中 王一博一生都保持着这种职业水准 无论如何 热烈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 期待项目能够圆满收官 尽快上线 让观众看到王一博不一样的一面 我只是想表达 看完路透社 我迫不及待想一想奥特曼变大风车的电影 我等不及了 王一博目前不工作的原因已经查明 由于热烈的路透社丑闻 自从王一博入组后 他的出场率就越来越低 大部分时间都在拍电影 近期 王一博一直是电影热烈沸腾的制片人 这部电影的正式宣布是王一博拍摄的其他电影中最快的 是的 帮助我们的人叫黄博 梦想是电影热烈喜剧情节的灵感来源 事实上 只要你在演员名单上看到黄博先生 你就会有明显的印象 这部电影的喜剧基调非常强劲 在这段时间里你会感受到高度的满足感 你花在拍摄这部电影上 王一博应该也很满足吧 这部电影不仅有他喜欢的嘻哈方面 而且在电影刚开始时 他还看到了很多舞者在这就是嘻哈节目中表演 包括王一博在内的每一个人 都与彼此的关系非常密切 就算之前能想象到节目会很热闹 但是在大家看到路透社最新的消息后 大家都觉得王一博太开心了 粉丝们终于揭开了王一博没生意的原因 在最近的一些信息中 可以看到一个打扮成 奥特曼的人将臀部移动到嘻哈 摘下帽子后 大家都知道 这个奥特曼装扮的家伙 其实就是王一博 继续以现在的状态观察王一博 尽管王一博一直自称酷格 但是实是 王一博在搞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看王一博投篮的样子 真是让人捧腹大笑 电影热情是在一部喜剧电影的制作背景下发生的 然而 目前 这部电影的剧本仍在制作中 尽管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已经确定他会幽默 由于王一博对奥特曼的解读被曝光 王一博和奥特曼都被拳王点名 表情符号 中学生王一博的情绪一直都是小孩子的感觉 大家看得出来 王一博喜欢置身于一些有趣的情境中 而奥特曼则是很多小伙伴都无法抗拒的存在 在路透社查看王一博的嘻哈表演时 可以看出王一博的功力提升明显 虽然很搞笑 但是可以看出王一博的功力提升了很多 不过 由于奥特曼的外形 网友们会觉得他更加幽默 据路透社估计 王一博这次不希望大家看到 尽管王一博的个性一直很酷 但遇到这样的事情 一定是王一博的仰慕者笑得最厉害 当随机的人看到王一博的一些有趣时刻时 他们只是认为这是一个不寻常的灵魂 不过 粉丝们会不断放大 并且会经常观看和转发 粉丝们也往往会更加欣赏 大家对王一博和他的支持者的印象是相爱相杀 因为之前的很多经历 事实上 王一博只是很少在公开场合承认自己的追随者 给人的印象是他和追随者之间的联系微乎其微 但现实中 王一博和他的追随者确实经常交流 他们的联系从一开始就是世界上最好的联系之一 对于粉丝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仔细考虑他们最喜欢的艺术家的创作 过去很多次 王一博的私生活都被不真实的粉丝打乱了 而王一博本人就是一个不愿公开谈论私生活的艺人 因此 王一博的真正支持者无条件尊重他的选择 王一博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提升自己 结果他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多部电影的制作 尊重 在王一博看来 是通往成功的捷径 为各方共同成熟 进行富有成效的交流 个人和社区的进步铺平道路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